大家好,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新桑海神州 我的拍档杰斯又在线上了 你好,好拍档,好拍档桑普,你好 大家好,又回来这个这个星期的新桑海神州 这个星期很多话题,桑普 我们很多话题,希望下个星期 我们在加拿大可以有机会一起合体做节目 哇,你劇透啊,真的啊,这些东西 好了,等你交代了 是的,我们就是说 这个星期我们先讲讲关于一些中国的新闻 这个是第一节,第二节在杰斯坟里可以看到 第一节我们讲回关于这个 中国有一个刘建超的人物 是中共中央对外联合部的部长 那他呢,就是基本上如果了解中国的情况就是说呢 这个是管一些亚非拉国家 那些所谓的穷兄弟国家的 那最近呢,王毅呢,你觉得少见他很多呢? 没什么怎么见王毅嘛 都不是啊,几个小时前都见到他 老老和老老的外长 就是签建交啊,都是王毅 是,都有出现的,他没有不见了的,OK? 但是有一个更加不见了的,赵立坚是不见了的 赵立坚又不见了的 真的不见了,因为三个星期真的不见了他 那他太太汤天鱼以前就是帮他伸冤了的 那已经不见了,外交系统出了很多事了 秦江落马,另外国防部,其实国防部长就是管国防外交的 就是国防方面的外交的,就是这个李尚福 李尚福都不见了,其实他们两个落马很清楚了 那变成了就是说,王毅的地位是怎样呢? 一直都是一个问题 那有传言就是说,王毅是蹬脚而已 就是说,在这个秦江落马的时候呢 一时就不想提拔这个刘建超 于是乎,找王毅塞住个位置 那传言就是这么说 那现在越传越多呢,就是说刘建超呢 可能呢,过档去到外交部呢,做外交部长 就是下任的外交部长很快出现的呢,就是刘建超 那原因是怎样呢? 因为呢,就是习近平 第一呢,就是说传闻了 就是希望在美国大选之前 搞和风小雨 不想牵起大的冲突,大的矛盾 因为呢,众人拾柴火焰高 你越拿越多的柴的话呢 万一川普当选呢,哇,你真是没有混合 很多人问,究竟川普和拜登 哪个是习近平更怕的人呢? 那当然啦,习近平和拜登的这个 虽然是口硬的,或者经常见他一次 但是知道独裁者最怕的是什么? 独裁者最怕的不是你坚持民主理念 独裁者最怕的是什么呢? 是你坚持之余,创造極高的不确定性给他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你怎样打牌 这个就是特朗普做到的事情 这个地方就是有不同的看法 我会觉得无论特朗普和拜登 心底里面都会知道 喂,中国不是他的有善的对象 他一定要和他站一个距离 而我觉得特朗普在2016至2020年期间呢 就更加是有一种这样的形象 被人看到他很困难去做这件事 那刘建超就说不打新冷战,不打新热战 那和平解决问题,不寻求改变国际秩序 这些全部都是中国共产党老掉牙的事情 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 这个是达起来 接着就说在芬太尼问题上 希望和美国有具体可见和可交付的成果 好的deliverable给美国 那是不是这样呢? 有人就说刘建超相对没那么战狼 那我对这句话就是个真 全部都是习近平的奴才来的 他们全部都是執行习近平的意思 就是说习近平想换一个面譜 就是以前用黑念譜,现在用白念譜的意思 那这个就是大家要注意 那美国方面我想都有所这个消息知道的了 因爲他在刘建超在1月12日 布林肯和刘建超见面 是刘建超访美整个外交部长这样的一款 那刘建超见到布林肯和美国主管 美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 还有在之前那两天 1月10日呢 刘建超和美国首席副国安顾问 赛红肺达,John Finer也见面了 那当然他也出席了 美国外交关系的协会 举办的一个建交45周年的讲座 那你看到这几样东西呢 加上来看到刘建超呢 就是染染上升的感觉 那当然了 现在中国呢 就是在联合国都要游说各国 说好中国故事 要说好中国的人权状况 新疆的 西藏的 香港的 残疾人士的 婦女人士的 什麽都有 说他好夸夸夸 去通过联合国的审查 的审查 人权委员会都已经他打释了 就是基本上他 那么多人在这个地方 都是流氓国家支持他的 可见呢 中国有求于外面 搞好形象 所以看回呢 中国在拜集会 就是去年10月15日之后呢 开始采取一种比较 游升的策略 但是这个是策略 不是真身 就是我想这件事呢 可能会成为一个 未来的一个主族 杰斯怎样看呢 两个星期前呢 刘建超呢 就过去美国的了 那其实呢 就 我想美国政府那边呢 就比我们更早知道呢 刘建超会接替这个王毅 那但是 我想说呢 其实他就不是接替王毅 如果你问我呢 他就接替秦刚 OK 那么呢 我记得两个星期前 1月9号呢 他去到 见布林肯那次呢 其实他见过很多人 其中一个 包括就是 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 Michael Foreman 那我想Michael Foreman 那个形容是最好的 是兜口兜面 跟刘建超说的 因为刘建超说 他说 我们不是战狼来的 那之后 Michael Foreman就回答他 他说 你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OK 我觉得这个呢 是比较全神 但如果你问我 我都未必认同 首先 你回到赵立坚 就已经一个典范了 现在就不见了 那其实狼什么鬼 其实是一只狗 狗和狼是同种的 但是不幸地 如果你看到我 盈光幕后面那只狗 就很幸福的 但是问题就是 因为 没出现了 但是OK 很多人都知道 我后面那只狗 那他就很幸福了 但是你做习近平那只狗 就一定就是另一回事 那你知道大哥 在中国 你身为一只狗 你在中国已经糟糕了 因为中国人吃狗肉的 OK 所以搞清楚 是狼还是狗 这个呢 其实要搞清楚 你说消失了的 不止赵立坚 其实法国大使 住过加拿大的 那个很喜欢沙爷的 照的盧沙爷都消失了的 那所以王毅先和王毅 买一买单 我觉得 我觉得 陰谋论就不用陰谋论的 就是王毅呢 就真的因为秦刚的突发 然后呢 就回来 顶着 你可以稍后引证到 如果 应该 接近七十岁的王毅 下一站 就应该接替杨洁篪的 那个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的 如果他不接替的 然后又没有了消息的 这样才能和王毅计计数 那所以呢 应该就上了神台的 王毅应该上了神台 那但是怎么看 刘建超做外长呢 又要这么看了 你刚才都说了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那多数呢 他都是 以前主管的 都是一些 越南啊 北韩啊 那些这样的 做统战那些东西 但是不要忘记 中联部呢 其实搞很多特务的东西 OK 那所以美国佬都怕了你 现在你将来做外长 那现在呢 就找了个特务 如果你问我呢 我就觉得就是 习近平找到没有人好找 就找个做特务的头子 来做这个外交部部长 那 就是 对他来说 为什么会有个这样的行为呢 我觉得就是 因为之前整个外交部的人 在习近平眼中 都信不过的嘛 你这帮人走到最好吃好住 也趁热 又喝红酒 跟着就跟外国势力 就给他们 那我想都经过了几次 他就要找 很简单的 你懂这个刘建超 你知道吗 外交真的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对皇帝忠诚 所以我觉得找刘建超做外交部部长 其实也是挺破天荒的 完全没有外交经验的 我想英文也未必懂 所以你看到习近平就是这样 不断地继续换人又换人 其实都很不容易才找到他去接替秦刚 因为去年我如果没有记错 秦刚是去年年中六月左右出事 差不多浪费了半年有多 然后才找到人接替 之前都传过很多人 所以就功成身退 王毅叫做 其实我觉得这个没什么耐不耐斗 早就已经决定他要下来 他都69岁了 应该要找一些神台位置给他坐 这样 是的 我想你都说得很对 他是取代秦刚不是取代王毅 OK? 王毅是先挖住 然后我们再去找其他人 大家知道王毅不是被人斗 是王毅要另有任用 或者这个 卖静借 很不容易的了 在服侍主子的 今天 今时今日可以善中 都不错的了 王毅都 是啊 我就是叫你去看 看看他一会儿 是否上去杨洁篪的神台位 如果不是 那就要跟他批批命了 就是这样 是的 OK 劉建超是这样的例子 同时你看到 中国其实是不止 劉建超可能会影音上升 有人就是上大位 有人就要继续下去不同的地方 劉建超这个位置 可以说当时是中联部 毛泽东时期那个康生 秦刚我王毅这些位置 以前是周恩来 现在就是说 周恩来归宾 就找个康生兼任外交部长 以前康生主要是负责什么呢? 对越战啊 是啊是啊 你这个比喻多好 那现在你越搞 其实幕后 表面上是一只小白兔 表面上好像一个羊一样 世界上是披着羊皮的狼 所以那句话就是说这一点 你所做的事情 和你表现的事情是两件事 这个就是做这个位置要做的事情 有一个句话叫情报不如 就是情报界 但是智能界就是说情报界不说话 那些都稀皮笑脸 但事实上最后都是做尽坏事 那当然了 你说有人开心上位 也有人落马 那在中国这个大的情况之下 最近1月23日 国防部呢 国安部呢 公布了一个 其实关键纲委干部 在国外出差的期间 中了敌对势力美人界的圈套的一件事 他就说是一个你死的人 他不说什么人 你死这个人 就是国国 带了一部电脑去 电脑去 电脑去 那拿到他之后呢 就是被人家 哄下去呢 就是那些风花殊悦场所去选飞 就是进了这个叫盆斯洞 温柔乡 最后呢 那他和这个女人呢 在上面的酒店里呢 翻云覆雨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呢 有几条标准大汗 拖门而入 拍照啦 拍视频啦 跟着呢 就好像这些旧招事一样啦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找他的炒饭的丑态呢 完全尽力 那之后就要抉他 要交了不计型电脑的 lock in 和这个password 进入里面呢 找了很多料 那这个就是说 他说真实国安和 我不知道是老作还是什么啦 我说老作就多啦 跟着说呢 共产党规定 自此不能带公务用的 不计型电脑出去 也不能近尾色 你叫那些男官员 不近尾色呢 比叫傑斯不吃宴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就说了 这件事呢 对中国来说 基本上是 绝对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但是它大肆是报道的 那另一方面 你会看到 喂 中核有个军工龙头 国有企脚头的中核集团 核工业集团 它的下属的军企呢 有很多人被捕 全民这个中核集团呢 是和这个 中国的火箭军工程大学相当有关 它落马的人是有中核的陕西 有龙肅有限公司的原董事长 中宏亮 和中核环保的原董事长 吴秀光 都是调查 这两个都是董事长的人物 第一个公司是主管核技术有龙肅公司 就是说最核心的核子分裂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涉及到两弹一艇 两弹一艇就是原子弹 轻弹和核潜艇 它制造商就是这个综合環保 和環保完全无关的 就是涉及它的工作 这两个重要的人落马呢 可能和一系列火箭军的人落马有关 所以美人界的故事是否和他们有关呢 那自己是不是对号入座呢 就自己想了 李玉超、周瓦玲、李全国、呂宏、张震宗 都是最近落马的五个火箭军的人马 落马之鱒 还有战略支援部队 稍微了解中国都知道 中国有五个军种 陆军、海军、空军的火箭军 就是二炮改装而成 另外一个叫做 我觉得是拼装集团 就是说把这些兜了一碟就是了 就是习近平究竟当时候 2015年军改 为什么要想这件事呢? 这个都很奇怪 它将这个地方分拆四个部门 而四个部门所做的事是基本上很不一样的 你的战略支援部队呢 第一个部门叫航天系统部 就是太空军 第二个就叫做 网络系统部 就是网军 第三个电子电池系统部 这个就有很多东西了 又可以网上的攻击又有 又可以电池波多少人 那时候是东欧 发射电池波干扰的人也有关事 第四个就是军事情报部 这个就是认知作战 和这个特务 所以这几样东西加起来 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 都在一起 最近呢 这个 其实是不是最近 去年年中的时候 巨前生 这个战略支援部队的司令 不见了 不见了 最近的消息就是说 在航天系统部的第一个 就是太空军里面 司令席的上皇中将 都是取消它二十大代表的职位 和传出整个战略支援部队 和火箭军有很多不道德的前权交易 那这件事相当严峻 而巨前生 其实已经不见了半年时间 都没有補这个位 因为最近香港《明报》 如果都有看《明报》的话 有一篇文章就开始讲 这个整个战略支援部队 似乎在重组 而重组的地方 就分拆为天军和网军 即是将四个东西 隨便搏 航天系统部是一部 其他的全部数码是一部 就是天军和网军 于是乎就希望成立 航天部队 和网络对抗部队 就是将这个东西分拆成两个 那你问我是不是 5变6 是5变4 加2个0.5 换言之这个航军事 航天部队和网络对抗部队 都叫非军种 它可以叫副军种 是副军种 是副战区级的兵种 换言之它将它矮化 那这件事很奇怪 就是习近平如何捉捉这部棋 这个都觉得很神奇 因为整个过程中 中航科学团的董事长 科学科技集团的董事长 吴燕生 他的这个中国兵工集团的刘石全 同样兵工集团的总经理 邻国英 和这个刚刚说的航天科技工业的 王长青的副总经理 另外航天的董事长 这个袁杰全部都不见了 再加上传出什么 那些飞弹灌水 我经常说灌水 那些航天井西部的那些 导弹发射井 都发射不了的 甚至最近传出有95%都是刺的 另外14个官员 最后密集死亡 另外有55个院士死亡 当中有16个中共军工系的官员 发觉到 我打个比喻 习近平操控权力很强 他是全面掌握整个军队的 但是你好像捉住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开始干了 开始有裂痕 比如你捉住一支笔 那笔在漏着墨水一样 就是你捉住它 里面可以散 越捉越紧的时候 里面开始散 有些人贪腐 有些人就在卖情报 有些人互相斗 有些人你起用它之后 你就看不上眼 一个个裂 拿着一块大石 裂成很多碎石 拿着一支笔 开始流氓 这种情况是习近平 现在都是屋楼 肩逢年夜雨 所以我会说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都说了 习近平是我们的真手足 我绝对不觉得要煽动大家 希望大家给它长命百岁 中国才江河一下 我们哈哈大笑 你怎么看 我立刻 我补充 你刚才说 你说习近平的操控能力很强 或者这样形容 应该是佔有肉很强 但是它的管理能力是很差的 那么差就是因为 其实有两个板块可以看到的 譬如说 我们今天没有空说 最近你看到 看到开始 中国的经济在那里吃伟歌 那些A股 港股在那里吃伟歌 你看到 其实都是 在那里吹那些什么 中国特色 金融 金融经济 然后全部 唱响经济光明论 要紧跟习近平 党的路线 所有问题是出于一个习近平 大家没有意义 而这个人的问题就是 他的最大问题就是 他的管理能力 你回去说 这个战支部 刚才桑宝说了很多 就是 这个是2015年 又是由习近平主导的军改 OK 然后呢 就弄五个baby出来 海陆空 加火箭队 再加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就是简称叫做战支部 那现在战支部呢 究竟是解散这个重组呢 没有人知道 但是很肯定一样东西 就是里面 乱过乱了 乱过乱世家人 就是阿桑普的形容非常好 就是叫炒埋一叠 那里面炒埋一叠的东西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以前在大陆 我经常接触解放军 我告诉你 给我的一个感觉呢 就是解放军 其实自共产党四九年以来都是 其实好像等于 我举一个比例给你 1644年 清兵入关之后呢 清兵就长期 二百多年面对着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清兵不懂得打仗嘛 其实解放军一样的 大陆 共产党拿到江山之后 那些共产党 以前我整天真的和 我真的接触很多解放军的东西 真的不能给大家听 那我告诉你 你简单说给我的感觉 就是解放军的人 给我的感觉就是 掠水、掠财、做生意 是最厉害的 你问他打仗 他真的完全不懂的 那你那些战支部 其实如果你问我第五个战支部 就是将 飞海、飞鹿、飞空、飞火、战部那些 就将他放在那里 那些人其实全部就是继续在那里 那些人继续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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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然后继续在那里 那然后继续在那里 那然后 那之后 你讲得到的皇帝 皇帝就继续 你就有命了 那不成功 那你就消失了 是这样的 其实没有改变过 那然后你搞 那但是习近平很喜欢这些改革 那你在那里 改改改改改改 搞来搞去 搞到其实就是越来越乱了 所以我常常强调一件事 就是中国共产党到今天解放军 你不打 日日都天下无敌 如果你一打 就是他举个例子 一打 立刻就是圆形不露了 其实哪有得打 我告诉你 我很有信心 我很有信心 很负责任 告诉你 哪有得打 其实因为 其实所有东西不是 不是说在美国有多强 OK? 不用研究 是你其实本身 里面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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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蚕食 那些管理已经是差到没得再差的了 那然后养了一大堆的勇元 那你 那所以 那怎么搞呢 你只是看这个战织部 一人就说天关 一人就说地关 一人就说亡关 一人就说亡关 那所以搞到乱了 但是一切就是由习近平搞出来 没得修正 只会越改越暖 就是这个就是未来解放军的方向 但是就是这样的了 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解放军是不会打仗的 你问我 对啊 我同意杰斯说 我也是补充一个资料给大家听 2001年的军改 我想是一个不可逆的军改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呢 就是如果你知道一个军队是怎么运作呢 我先不要讲党指挥枪这些东西 但是一个军队你要有个头 要怎么去指挥的问题 就算民主国家都有三军统组去指挥它嘛 那美国呢 我叫做参谋长联席会议的 那个是深战室 总统是其中一员 但是大家一起合议决定怎么打仗的 OK 所以能打仗打胜仗 强军梦不用梦 强军是事实 美国强军是不是强军 你自己看歷史你就知道了 那这种情况你会知道 它就是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就是听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指挥 而这个国家机不是听党指挥 好了 那美国的民主选举 你换人就完全不同了 那如果中国来说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那这种东西又怎样呢 以前的四种 就是叫做总参、总政、总候总参 是是是是 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 这些全部是游泳位来的 尤其是总候装处 是啊 是啊 采购才是很厉害的 那这些很重要 那以前四个部门分开了 怎样说都好 虽然是听党指挥而已 他们有一个平台的 就是说四个部门的head 就是大家讲一讲 喂 这次要采购这些东西 我们先调数点分 三成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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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成就是会谈数的 但是现在呢 2015年的情况 就跟以前邓江湖时代很不同 邓江湖时代就是 邓江湖就是先谈谈他 谈不谈最后决定权才是我 就是讲钱 所以你说的所谓解放军 那些解放军最厉害 就是讲数最厉害 全部在那里分贓的 黑社会地头一样 今时今日呢 就没有了 因为由四个所谓的四种 在2015年之后呢 改为15个职能部门 15个职能部门 直接听命于中央军委 就是习近平的 这些部门是听命行事 是执行者 没有权决定任何东西 连采购这些这么小的东西 怎样分钱 部门怎样分钱 没有得决定的 好了 没有得决定的 你觉得这些军众有得决定吗 没有 所以我就是说这些石头 这些石头像是一架石 是的 你说 还有问题是什么呢 我跟邓江湖年代很不同的一件事 就是邓江湖真的有自己的马仔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有自己的马仔 摆在军中 由一、二年我真的说了无数那么多次了 就是跟邓江湖做节目 一说习近平我都说了无数那么多次 习近平身边是没有人的 你只是看他搞了十几年 由一、二年搞到今天 十二年 你看看他 那些老虎打极都不完的 又随才口开始 因为他真的没有自己的人 那好了 他知道的 但是他一直培植自己的人的时候 他又发现另一个问题了 根据那些人全部都是废柴 他只能够找到那些不应该坐在那位的那些人 那些人就像李家超那些废柴 那些人就像李家超那些废柴 那你只是在那里买 在那里阿虞奉承那些 然后上去 上到一段时间 你大佬在解放军 现在不是叫你坐在香港特首 特首的位置找一条废柴坐在那里都还可以 OK 继续关门就行了 但是你在解放军里面 你可能真的采购那些人不懂采购 打仗那些人不懂采购 打仗那些人不懂采购 但是慢慢他就发现 是 你好听话了 习近平发现 你好听话 但是你什么都不懂 那又怎么办呢 然后你发觉 还有就是 有谁坐在那个位置 那些人不懂采财 那所以其实那些人是死症 你换极人都会搞不定 因为他始终真的军中是没有人 那你本来以前有的 但是邓江湖年代 特别是胡锦涛年代 就剩下的那些人 喂 你全部都剩下的 你全部都不相信他们 对不对 大家都没有信任 那现在你剩下的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搞到今天如此的地局 不哭的 就是说这件事 不哭 不哭 喂 好像你这么说 真是助推啊 大佬 有他搞下去 一点都不哭 是 新手足啊 千万不要动他 都说了 千万要让他继续千收万代 我多么支持 是啊 我想补充多一句 就是我告诉你 你如果一直这样 恶性循环下去 说给你暴军就会 过多几年 他开始 暴军就开始不讲常理的 就好像普京那样 他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不管有得打还是没得打 我是要打一次台湾的了 那就是天光了 大家 就是现在问题 看看他什么时候等他老母动 就是会的 他一直暴军下去 这个极权者 你去到尾 大家看中国历史就是这样的 怎么都要在有心之田 他都要打一次台湾 那你一打 我告诉你解放军 真的多虑他不死 就是当年李鸿章 和慈禧太后那一句 夹五战争的时候 这个老佛爷 这场仗真的打不得的 只有解放军里面最清楚 是不能打的 这件事只能够在那里打飞机 真的不可以拿出来打的 我告诉你 能打仗打胜仗就是假话 能打仗打胜仗 其实那个反面就是今天的真相 为什么他整天在说能打仗打胜仗 因为最清楚不能打仗的就是习近平自己 绝对是的 就是你看回他说的强君梦 是三个三组词语造成的 听党指挥 那现在表面上是听党指挥的 喂你找一些流浪 听你指挥给他吃的 就是说 分装就不到你自己谈的了 习主席告诉你 你知道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拿工资 还讲那么多东西 油水我全力了 你就收我钱做我东西 那整班人都好像古古怪怪咯 找我前面的手 和我以前都找很多的 现在习近平当政呢 找销那么多 就自己挖咯 跟美国卖情报也好 自己挖权 三不复发 那就自己挖咯 皇帝不给 我自己挖水 这就变得个个这样 表面上是习近平 接近平惊 习近平惊 厉害 听党指挥 不跟你说 听党指挥 第二个就是呢 这个叫做作风休良 那当然不会作风休良 第三个最惨 能打胜仗 喂 怎么能打胜仗啊 就是难打胜仗 难打仗 打败仗 所以这帮这样的情况 你会知道 你不要说他的军备 他军人的能力 他的野心 决心 完全没有的 你发动他打台湾 开始好像雷霆万军 是啊 一闪 他就变成一声灰灰烈的 如果习近平不怕 他都害怕 你够打就打 他有一天可能 他有一天可能 他有一天会昏庸到他真的不会害怕 我想暴君是会捉人民一起死的 但是你可以试幻想一下 我告诉你 你今天不只是说船坚炮利 就是中国人就很笨 八年屈辱 就觉得就是因为一百年前他检讨过 就是因为中国职揚 所以就会被人欺负 然后今时今日的意粉田英的小粉红 就会觉得今天就船坚炮利 国家很强大 我们就不会被人欺负 但是是笨 你一打的时候 我告诉你 如果真的发动了战争 不是跟你说船坚炮利 是说的军心 说的士气 还有说的一件事 就是解放军里面有多少人想你习近平死 告诉你如果真的打 全部人会把自己的有关解放军实力的情报 全部线过去敌人那边 目的只是为了尽快去停止场战争 我告诉你 你大佬 你连普京那只俄罗斯可以打了两年的那个能力 我告诉你 习近平都未必有 真的 就是我都不想说 不如说这两句 因为读爆就不靓了 OK 是啊 我完全同意 还有就是看回现在的情况 当习近平说什么叫新质战斗力 很奇怪的读文字 质就是质素的质 就是质素的质 就是新质战斗力 新质作战能力 新型作战力 我就不知道新型和新质有什么分别 总之它就是拉习成军 很多的问题就不断地爆发 你看看人是这样 跟着看刚刚外交系统也是这样 跟着自己呢 都要自得以满 指高气氧一番的嘛 最近呢他搞了几样东西 第一呢 他自己标榜 十年里面呢 出书最多的是他 成为大文豪 版税专家 那毛泽东时代呢 据中共中央研究院的统计呢 22本自己写的书 自己是这样的引号 毛泽东很多东东都自己写的 很多人都不是他自己写的 但是人家写的10本 江泽民有9本 哈玛有9本 胡锦涛有4本 就是这些不太写的书 越写越少 就是不想跟天比歌 22 19 4 那习近平是怎么样呢 他写了多少本 我不知道 140本 140本 OK OK 有什么可能啊 这些真是 只剩等身 扔掉那个长颈鹿 还说多厉害 140本 那需要不需要 那需要不需要谈谈啊 就是叫洛贝尔文学奖 颁回奖给习近平啊 是啊 搞到什么 孔子文学奖 孔子文学奖 都可以 孔子文学奖 就立刻扔给你 第一届也是你 第二届也是你 第三届也是你 你最后一届也是你 你最后一届也是你 所以这个就扔给你了 总之你发行想益冊 想益冊 想益冊多厉害 不过很多人买了 你猜真的会看吗 當然不是啦 就是做枕头啊 或者要来 就当柴燒啊 挺好的 因为这些书都挺厚的 我以前都买过一两本的 在大陆的时候 有的 我有一本叫擺脱贫困 我还记得 在灵德做书记的时候 做什么水滴石村 说自己呢 厲害 堅持改革开放的那些 整本都是垃圾中的垃圾 就是卖弄那些呢 孔子华物物 管子华物物 莊子华物物 找些文章帮他写 是吧 书没有读几本 最近更厉害 搞两件事 第一呢 搞了一个投影机 这个叫做 学习强国一体机架 就是这个智林一体化的投影设备 可以买这部机架回家 打到自己家的墙壁上面 有些什么呢 很厉害的 中共党章党规 法律法规 期刊也有 中华估值也有 有公开货 2500首歌 400部电影 包你呢 就是充满了习近平的能量 正能量 正能量 另外呢 就搞一个叫做 《习近平思想行动电源》 这个更厉害 就是说大家手机要充电的嘛 充电的时候 一路充电 一路呢 方便学 既得奴 二转化 将习近平思想充电宝 拿到身边 就是习近平思想尿壺 就是我们香港讲的很全神 就是尿壺 尿袋 习近平思想尿袋 放在身边 夹手机充电 为思想富男 哇这个电 就是充电宝的时候是什么呢 一路充电 一路呢 就听podcast 五百六十集音频节目 而且可以bluetooth 蓝牙播放 包你呢 以如目掩之下呢 成为一只猪头 我希望大家就是 喜欢看听的话呢 可以买过来听 我看图片是很正的 那部机是红色的 整个好像旧式收音机一样的红色 就写完那些字在外面 金漆的 包你呢 有纪念珍藏价值的 不过呢 我就不想买了 我看到这件事呢 我立刻就想 怀念我们的一代少将 虽然他还没死 不过都差不多 就是退休 就是周星馳了 就是你看看 为什么这么多人 今天还看周星馳的电影呢 除了好笑之外就是 那个 预示未来的能力 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看到这件事 就立刻想起国产007 你还记不过 国产007里面握住那只鞋 不要看这个是一只鞋 其实它是一个风筒 你不要看它是一个风筒 它其实是一个骚扣 那这个充电宝 这个大陆人叫做习近平充电宝 又或者我们叫尿袋 那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不要以为它是一个尿袋 其实它有一部录音机 或者是一本书 就是很厉害 我马上就想起周星馳 就是我觉得最伟大的 表面上是一个尿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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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一个录音机 OK 他录好那些东西里面的一个录音机 OK 所以这个周星馳是很伟大的 我不是想起习近平 还有我觉得这个尿袋 是有点对地球有点贡献的 因为当你如果要充电的时候 你要听着万七那么多习近平的思想 那是不是你那个充电的意欲 是会低了很多 你充电的意欲低了很多的时候 其实电话都耐用了很多 因为据专家说 电话其实最好用到差不多没有电才充 但是我们今时今日有几何 是会真的没有电才会充电 是又充不是又充的 但是如果你用了习近平充电宝的时候 那你的电话真的耐用很多 因为你根本完全没有意欲去充电 一充电就好像听到一个好像罗家英 这样的物体出来 好像拿摩阿尼陀佛 拿摩阿尼陀佛这样 那你说谁想充电呢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都挺有见书的 那现在你会看到那些大陆的屁虫都是的 这件事其实是光明日报出的 其实没有的 那我们等一等下一节 回到杰斯频道就会讲一下 image right 那你这件事又要不要给一些 版权给习近平呢 个个就拿习近平呢 就是拆鞋以外 其实就是拿习近平呢 来搞些gift and premium的礼品 就是迟早 就是可能有些呢 就是可能有些呢 就是会弄些习近平T恤出来穿 又有啊 那这件都是礼品来的 其实这件听说这件充电宝啊 不是现在出场的 是去年两会的时候 就是去年三月的时候呢 原来那些尊贵的人大政协呢 已经在用着 就是每个人一进去开会 就送一个习近平充电宝给你 那所以就是这样 代代都是这样的 你说开以前毛泽东最吹嘘自己是什么 就是我在共产党 我在共产党 我为人民服务了一生 我都没有出过粮的 我呢就是靠我写的那些书的版税过活的 这个当年也是毛泽东的一个笑话 大佬你是皇帝你什么要出粮啊 大佬 对不对 你说今天吃鱼翅就吃鱼翅 你说今天吃鱼翅就吃鱼 用什么要出粮啊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他有学 他真的什么都学毛泽东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他出了不经不觉 他已经出了一百四十几本书 哇 真的是大文豪来的大佬 真的有空要找那些书出来看一下 是啊 真的很好笑 真的看习近平 不要啊 新华书店二十大书籍排行榜 他占了十二位 就好像十大竞歌金曲 一后 十首占了八首九首都是他 首首都是谭炳麟 首首都是这个习近平 那就厉害了 应该出顶帽嘛 像川普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ke CG Mean Love Again》 那就好啊 那结束了这些东西 开心 豬头终于笑 等他飞 等他开心 习近平挺好的 有时会令我们想起周星辰 又会有时令我们更加 我觉得他直接 直接是完美示范 一个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听到的故事 就是一个童话故事 就是《国王的新衣》的故事 就是这个全传《国王的新衣》的故事 就是在习近平身上 可以完全体现出来 所以当时任志强呢 就是统婆这件事嘛 你是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 是的 任志强 是的 就是说这件事 他就是中了他的河车 中了 骂你 抓你十几年 二十几年坐牢 一定是这么玩你 是 因为你朗重 正常的心思 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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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休息一会 回来再去叶子频道